大家好 宣理师 苏小号 评讯书 我们今天说个有趣的生活话题 也是每一个说中文的人 都是有可能 关心有可能思考的话题 更是每一个说中文的人 感受特别深刻的一个话题 就是但凡有所谓的中餐一条街 但凡有这个现象的 这个话一定要说彻底点 包括台湾的夜市什么的 都是一样的 香港的也是一样的 但凡有中餐一条街的 比如说唐人街了 比如说只要是有中餐一条街 比如说北京的什么鬼街了 以前的话我在北京的时候 王府井那边也有一条中餐的夜市街 那都是脏的不行了 真的是特别脏 而且把大白天从那里经过 都是臭臭的 由于长期保持那种臭的状态 所以大家也就最后就习惯了 然后大家都不管了 所以又脏又暖 臭红红的 真的 大家也是一个观察的现象 包括台湾 台湾有些个餐厅 传统餐厅真的也特别脏 真的是 街道也特别脏 油乎乎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现象的话 我们一般的情绪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不讲干净 不爱卫生 没有公共环境的意识 其实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呢 有一点点 但是我个人分析的不是主要的 比如说在纽约有一个唐人街 或者在加州有个唐人街 或者在北京有个鬼街 他不是说每一个从这个街道经过 或者在这里生活的人 个个都没有公共意识 而是因为大家都不管了 所以最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了 那为什么不管呢 我们都问一个问题是不是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挺脏的 臭臭的是吧 不舒服吗 为什么没人管呢 这个原因其实说起来有点复杂 有点抽象 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话题 我也写过这个文章的 其实吧 你想想什么 所谓的中餐一条街 就是老鼠一条街 那老鼠多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下水道不干净 真的 因为你尤其是这个厨房的下水道 是吧 下水道分两种嘛 一种是厕所的下水道嘛 一种是厨房的下水道嘛 那厕所的下水道的话 脏 它是不招老鼠的 真的 招老鼠的下水道 它主要是什么 是油多 就是厨余的垃圾太多 厨余的垃圾呢 清洗的不干净 所以呢 就导致这里脑鼠 脑鼠一多啊 各种传染病啊 各种脏东西啊 就就就起来了 然后那以后世界一场 大家也就是爱搭不离就不管了 然后就导致呢 什么唐人街 鬼街啊什么的 都特别脏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什么呢 还是一个厨房的问题 那一说起厨房 大家都知道了啊 比如日本人的厨房 包括韩国人很多个韩国餐厅开的厨房 当然比日本差一点啊 他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厨房它都是摆在外面的 但是中国人的厨房呢 中国的餐厅做厨房都是 都是关的死死的啊 然后就就是 简直跟共产党搞这个戒严差不多 挂一个牌子 在厨房种地啊 非工作人员不得入类啊 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家看你怎么做菜呢 做菜也是个享受 你看我们这个戏 有很多这个做视频的人 做做饮食 做做这个做菜的视频的人是吧 他是从头到尾都在直播 怎么切菜怎么洗菜是吧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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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菜 那你为什么你一旦到了实际的餐厅以后 你不让人家在餐馆你的厨房呢 有什么不可以参观的呢 那不外乎就是里面太脏了吗 是不是 担心消费者看见里面的龌龊 从头是在不来吃饭了吗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你知道吗 这说来说去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中餐厅它其实是靠谎言来维持的 就是我菜单出来好像看上去是什么 所谓的色香味啊 但是我里面的是脏的不详了 曾经有人拍到过视频吗 说中餐馆你它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厨师它一边在炒菜 那那那那那那一边就把那个油啊水啊 就直接就往地上倒 那时间长了以后那地上不全是油吗 是不是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流水的槽 那些个厨厨房的那些个厨师吧 那些个洗菜的人就直接就在这个一边炒菜 一边就就把那玩意掏出来就在那里小便 一边小便一边跟你炒菜吃 你觉得这是你脑补一下是多么恶心那个画面 他为什么敢这么做呢 就是整个厨房里面和厨房外面啊 吃饭的地方和做菜的地方 它完全是两重天 完全是一个谎言的世界 这跟中共是何其相似啊 那中共给你释放的它的大国崛起啊 它的城市的街道啊 宽阔的马路 两边的花坛呢都是特别漂亮的 那农营台都说过这样的话嘛 说考察中国的城市 你不要看马路上的光鲜 你应该要越过两排到三排的房子 去看那些马路背后的那些东西 你应该要深入到啊 中共的城市的地下室 去看看下面的风景 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 你考察中国人的话 你比如唐人街 你应该去厨房的下水道去看一看 是吧 你应该去中国的 去那个中餐厅的厨房里看一看 去他的卫生间去看一看 是不是 这个道理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个谎言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个中国人 多年以来都只是强调表面的光鲜 从不承认自己内心的黑暗 这是一个思想史的现象 是个观念的现象 但是如果他落实到这个餐饮 他就是个餐饮现象 是吧 落实到公共政治 他就是公共政治现象 落实到卫生间 他是一个卫生间的现象 都是谎言 而且不能让人看 更不能让人说 所以我说 如果有人批评我们的人性败坏 批评我们的历史败坏 如果有人批评我们的厨房不干净 批评我们的卫生间不干净 我们就立马就跳起来 就抵制叫喊 甚至要把那些个批评的人 要打成汉奸 打成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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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过贼 是吧 或者打成这个什么 搞负能量 不搞正能量 是吧 所以我说这反映了一个 基本的人性能的命题 就是我们的行为 一直是在掩饰我们的缺陷 我们的行为 一直是靠我们的谎言来支撑的 我们一直没有理解 人性的诚实 所带来的公共与透明的公共秩序 所以这是个诚实的问题 如果你的厨房 你的里面的操作间和外面的 这个吃饭的地方 餐厅它是一样的干净 这就是透明了嘛 这就是一种公共的 一种透明的公共秩序嘛 那就不存在你脏不脏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个诚实的问题 所以我说当一个人不诚实 他肯定无法接受 公开透明的生活方式 当一个餐厅不诚实 他肯定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一个公共公公 公开的透明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 但一个国家不诚实 但一个政府不诚实 但一个党派不诚实 他肯定无法接受公开透明的生活方式 最后就是大家一起脏 脏的不行 这是判断一个人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餐厅一个卫生间 一个组织是不是诚实的最简单的原则 包括我们的家庭 你想想两口子这些如果是一个嘴巴抄东 一个嘴巴抄西 两口子如果说你在外边红旗彩旗飘飘 我在背后养小三 这个家庭里面你放心好了 家庭的日常生活是一定没有人打你的 一定是乱七八糟的 一定是脏脏的 你知道吗 你这是靠了齐的 如果你走进一个家庭 你发现这个家庭窗敏几近 地板永远跟床上一样干净 完了以后这个各种东西收烂的整整齐齐 你放心好了 这两口子绝对是一个彼此忠诚 彼此相爱像一个人的家庭 真的 所以我说嘛就是在婚姻范围之内 你都不用去考察什么什么 你的下水道啊 你的厨房 你就看你的这个两口子这些是怎么相处的 比如说夫妻之间有隐私吗 两个人的邮箱银行卡密码 微信短信息等等诸如此类的媒介 夫妻之间可以公开可以共享可以透明吗 是不是 这些东西是最能够看出一个家庭的 这个是不是很脏的啊 这个脏跟那个 就是这个餐厅的脏 意思不一样 但是呢 基本上是我们可以表现出一个人性的忧暗和败坏啊 就是当我们在观念上知道夫妻本是一体的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却在生活的细节上面 保持着所谓的各自的隐私啊 我们敢大大方方承认自己不诚实吗 是吧 敢大大方承认自己其实有某种不可公开的罪吗 如果一个人连承认自己有罪有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这样的婚姻可能已经在地狱里了 那国家的存在也是如此啊 如果一个国家的管理者完全不诚实 不允许人们公开自由透明的接受信息 这样的国家肯定是脏的不行了 跟那个唐人街跟鬼街的餐厅没什么区别知道吧 所以你知道吗 诚实的命题 它不仅仅影响一个国家的民情 影响影响一个国家的制度 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水平 诚心诚实的命题还能影响一个餐厅的干净 影响一个卫生间的干净 影响你这个家庭 是不是很很干净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啊 我也是天天去琢磨 因为我也去过一些地方 真的是只要有中国人开餐厅的地方 这个街道都是脏的 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就是中国人不讲公共秩序啊 就你你会从公共的角度去批评他 觉得这个人在人来到自由世界 还没有像自由世界的人一样的享受那种这个公共责任感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个生活的习惯 还是一个什么呢 内心深处的黑暗的问题 内心深处的黑暗影响你的公共生活习惯 公共生活习惯最后影响到你的公共秩序 他是这么一个逻辑 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谢谢大家